我們接著就是要看修指 前面有提到修指的內容上主要分為修習真乳三昧 還有對峙外的禍亂 假設在定成就之前可能有些干擾 第三個就是檢除防外視定 這樣的真如三昧實際跟不共一般的世間的禍定 我們等下看到 導師會舉阿漢經中 我剛講佛教導這個身陀加瞻眼所修的這個所謂的真實禍 這樣的修行 天人也都不知道他是入什麼樣的定 第四個是結佔三昧的利益 所以從篇幅上也可以看得出來 在指觀形這部分對初學者偏縮修指的內容 接著在修習真如三昧又分為初修的方法 初修方便 久修成熟 見得深廣 接著我們來看這個講義的420頁 先把這個文念一下 跨也 若修習指者 住於近處 端坐正義不依氣息不依行色不依空不依地水火風 乃至不依見聞覺知 一切諸相 隨念皆處 一切把本來無相 念念不生 念念不滅 亦不得隨心外念境界 後以心處心 若心若慈善即當色來住於正念 是正念者當之為心 五外境界 即父此心亦無自相 念念不可得 若從坐起去以來禁止有所施坐 於一切時常念方便隨順觀察 這邊就是剛剛我們有提到 在坐的時候是修止 可是其他的時候 就是不離這個修止而觀察 修觀 這就是剛剛所提到 接下來我稍微來說明一下 從柱角的 從講義的 應該是柱角欄 421 柱角是731 一開始 我是認為 因為看到導師的文 我覺得可能可以依著這個 像 這個心羅 就是 原小大師他的註解 起心論書 他 就將這個剛我念的那段文 還有後面合起來 變成九種心處 那我這邊稍微來說明一下 那就起心論講記的 從369頁開始 如果導師的科辦就是修止 就我們剛念的那段文 他去把他區分 意思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 個人的 講義的助角 從731開始 如果依著 原小大師的分類來說 可以將他分為九種助心 好像第一段文是 不依氣息 不依形色 不依 這個氣息 就呼吸 就像我們光呼吸 所以 意思就是說 修止的時候 是光呼吸 那也不依所謂的形色 這屬於色法 不依空 地水我風 這是屬於色法 乃至不依見聞覺知 這是屬於所謂的視 見聞覺知 一般把它分為六四 眼睛看到 是屬於見 耳朵聽得到的 或是藉由耳朵認識的 叫聞 那知呢 就是意識所了知的 那覺呢 就是所謂的 聲香味醋 就是 跟我們的鼻 舌 聲相關的 所以總的來說 這是屬於 視 就是心法 那這段 這樣子的 這段文 那原小大師 他是認為是屬於 第一個是內柱 就是將 就是將我們的心 從外 收射在 內 內在 我們一般的時候 就是一直 向外去了解 看到 喜歡的顏色 人 我們都是 心就投向於 外在 或是聽到聲音 我們心也是投向於外在 可是現在 要將我們的心安止 收射呢 就是將我們的心 往內觀察 往內 好 接著是 一切諸相 隨念接舍 他接觸 他是屬於等柱 就是 剛開始是 將我們的心 安住在內在 那 一樣 持續 去專注這個所願 那我們的心 就會一直 往內的觀察 好 一潛除想 這屬於安住 以一切法 本來無相 戀念 不生 不滅 這是屬於盡柱 那我們的 課本的366 或是講義 等一下我看到了 在429 這邊 429 導師就一段文 他說 上來不取著定界的影像像 而休止 就相近於 九柱心的內柱等柱 所以導師將這一段 從不一氣息 到 念念不滅 這段文 他認為是 對應的是這兩個 而已 內柱等柱 內柱等柱 就屬於前兩個而已 所以接下來是屬於安柱 因此 本來我覺得 或許可以 依著元曉大師的分法 就是將 剛念的那段文 區別成 九個 他實際上是 九種柱心 就是從一開始的 將訓練到最後的第九個 實際上他就是定的狀態了 所以呢 因為我們是依著導師的解釋 理解 因此我就沒有照元曉大師 不過 在柱角上 從七百三十一開始 有很多 就是 叫他放 就是 按在柱角 這邊就稍微說明一下 因為 怕 看講義德會不清楚 當然如果你沒有看柱角 你也不會發現這個差異性 好 接著 亦不得隨心外 念境界 這是屬於條順 厚以心除心 是極境 若心慈善 即當色來助於正念 是正念者當之為心 無外境界 極父 此心亦無志向 念念不可得 這是屬於第七的最極境 若從做起去來靜止 若從做起去來靜止 有所施作 於一切時常念方便隨順觀察 乃至到 這個是延續到下一段文 就是 九席成熟 九席成熟 其心得住 他認為是第八 導師在我們講義的431到432 或者課本的368 他認為這個是屬於所謂 心去一進 可是他只有第八 這邊就是一致的 可是問題是 第三以後 安住之後的這個文 怎麼去對應 好像就不太 導師可能比較舉的 他比較抓大象 所以這個部分是一樣的 專注於去 心去一進是一樣的 那以心助顧漸漸猛利 隨順得入真入三美 這時候是屬於第九等詞 導師這邊的解釋 這藍色字是導師的解釋 我們等一下看到 一樣是屬於無分別定真詞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的 那這個已經到第二項的九席成熟 稍微的說明一下 接著看回來講義 剛有練完了那段文 所以就接著 在講義的四百二十二頁開始 這邊就要說明 剛練的那段文 他不依一切而修 或是不依一切而將心安止 不過在要修止之前 有幾項要稍微提醒的 就是跟修止有關係的 導師這邊就稍微說 第一個 出修方便要端坐修行 所以要修足三件 這邊只減三件事 像柱角的七三八 有時間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有這幾個 我稍微練一下好了 出修七三八 第一個是至者 阿瓜夫二至者大師的修習指觀 坐修法藥 他有說 第一個是要聚員 第二個喝瑜 喝五瑜 氣五蓋 第三氣五蓋 調和第四 方便第五 正修第六 散發第七 絕膜第八 所以這個絕膜跟我們這邊 所謂的要遣除這個膜外的干擾 是有關係的 第九是治病 第四是正果 那瓜夫三是四常波羅蜜次第法門 外方便是有五種 第一個是聚五元和五欲 這個是相近的 第三個氣五蓋 前三個一樣 第四個條五法 第五個行五法 那此五 五 凡有二十五 這邊的凡就是共有二十五法 所以每個 每個法 總共有五個法 每個法又分別五個內容 所以五五 二十五 病是未得禪食 這病就是接的意思 都是還沒有得到禪定的時候 剛開始初修的方法 導師這邊回到本文的四百二十三 導師這邊只舉例了幾個 看一下 第一個是 於禁處 他強調說 要修禪定 我信將心安止 第一個要住所謂的禁禁處 遠離這個城銷 還有種種的事物 原物 當然這個 不是我的法名 這個是 就是有很多事情的意思 那容易成就 那 老師說這可以包含的五元 那柱腳七百四十 我個人不確定 是不是就是依著智者大師所說的 抹合直觀 或是修習 直觀做禪法藥 或者是四張波羅蜜 這個刺地法門 那我就是 感覺上是相近的 那有時間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二個是要端坐 就是要 結家福坐 全身 端磚正直 這是比較容易的安止的 這個是屬於第二項 導師說到的 第三項 再下一頁 第三項是要正義 就是說我們做禪的目的是要什麼 第一個就是要 就是為了要求解脫或是求補底 不是為了明文力量或求神通 才去修禪 所以如果動機不純正 抑鬱 就是這個念頭不清楚的話 很容易招謀 所以前面的所謂的支柱的因緣 幫助禪修的因緣 第一個要環境 第二個是身影 就是要端坐 第三個是意象 接著是說明本論修止的方法 那修止的方法 實際上等同於這個阿涵經中的 嘉章也所修的聖意禪 那本論是叫做真如生昧 那修這個聖意禪的時候是 義無所取 就是心沒有安住在任何的所緣上 心無所住 那既然沒有安住在所緣上 任何所緣它到底是安什麼 等一下就會看到 那阿涵經 嘉章也錄這個聖意禪 那是在天觀察他所錄什麼定 實際上都不知道他得什麼定 或是他錄什麼定 因為他是無所緣盡可得 那這也就是所謂的無相三昧 那聖意禪是了知呢 自信不可得而不取相 通達一切法空心無所住 所以這邊所解釋就是 義無所取心無所住 就是因為都不可得所以不取任何的相 那一切法空雖心也無所住 這個是聖者的正境 所要體驗的境界 所以為什麼叫做所謂的聖意禪 那聖意禪這邊在住腳的七四二 這就是聖意禪的九百二十六經 這個叫身 身體的那個身 佛教導這個身陀嘉章也要修所謂的真實場 莫惜強良場 強良場就是強良馬 這個馬野性不改 就很難馴服的 所以就是要修習 這個真實場不要修這個所謂的強良場 他所修的場就是不依地水火風空事這些等等 乃至此事他是日月見聞覺知 這些修禪修 這跟我們本論剛念的那段文是蠻相關的 好接著我們來看瓜福三 不取著一切法的三昧 與佛化身陀嘉章眼的未條馬 所謂的未條馬 導致這邊的權勢就是所謂的強良場 所以這個語詞不一樣 不過剛剛 跟前面瓜福一中的雜案經的那個意思是一樣 那於地能福地能響 不依地等一切而修是無相場 在別一雜案經就引申為皆惜虛為 無有失法 但以浩甲因緣和合有種種名 只有名稱 浩甲因緣就是 甲浩因緣就是所謂的因緣法 觀思空極不見有法即以非法 就是觀法不見有法即以非法 與佛化加三言經的不其有見無見相可 那這個不其有見無見是 那這個不其有見無見是 所以就是呢 如果取 簡單說是取一法的話 如果認為一個法可以直取的話 就是有罪過的意思 所以無所依而修禪 在針織部的第十一集也有 意思就是說實際上各部派都有傳承在這個內容 不過呢各部派怎麼去編排 因為雜案經相對來說是比較古意 比較古的 那相對南傳來說就是所謂的相應部 或是比較早 或是比較古的那個叫法 不過他編排上不見得就是編排在所謂的相應部內 是放在所謂的真知部 那也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大家有看過導師或是有興趣可以看一下導師的空之探究 在第一章阿涵空語解脫照中 導師羅列跟空思想相應的幾段經文 實際上在雜案經是蠻多 所以說一切有不 雖然說三、四、十有法理很準 等於說都是有的 可是呢他所傳承的這些經 實際上已經有包含所謂的空思想 不過他們的詮釋上或許不太一樣 郭福士是初級大聖佛教是起雲開展 一樣再看一下 在柱角的藍的四百二十五 雜案經它的類別上叫如來記說 就是它的有不同的內容放在一起 那其中有一類叫如來記說 就如來說的 那佛其中解釋 其中說到這個佛化家瞻 身陀家瞻眼睛 說真實禪跟強良禪 那這邊的解釋就是 所謂真實禪就像已調伏的兩碼 那強良禪就是沒有調伏的內碼 那這兩個又個別的譬喻所謂的 身禪還有世俗禪 那身陀或是叫三陀或是閃陀 善他 那跟他有相關的教授有兩個 另外一個就是 離有無的政見 觀世間緣起的極與滅 不落入有無的中道 那車逆就是什麼聖比丘呢 知道無常苦無我 涅槃即滅 可是沒辦法理解所謂的一切行空即不可得 這些內容 所以阿蘭就教導 他聽過嘛 聽過佛教導這個所謂 身陀家瞻眼的內容 觀世間極不有所謂的無見 觀世間滅不有所謂的十有見 等於說你要不落入十有十五的中道 所以離二邊不落入有無的緣起中道 他才提振的政法 那這樣這個內容呢 在隆書的中論也有引用到 那雖然在南傳的尼科也相應不沒有 不過是編在政治部的十一集 那為什麼給大家看是說 這個身陀家瞻眼實際上跟大聖的空思想是有相關性 他的教法 像這邊所說的真思想 我們後面會看到 雖然本論叫所謂的真如三昧 不過在不同的經論 他是用所謂的一行三昧 應該是這樣 我們後面看到我們再確定一下 接著就是來詮釋 不依一切來修止 第一個是不依氣息 那就是不著於所謂的俗習慣 那氣有所謂的長短冷熱滑涩等等 那剛開始都是要調息 所以呢 雖然不依氣息 可是如果我們心散亂 一開始也是可以用俗習 那讓我們心安止 這時候就不依著 或是不把它專注在這個所謂的光呼吸上 所以在密宗或是中國道家的土納法 都是利用呼吸讓心得定 那由於氣息虛妄 無自信可得 所以不依氣息而修止 第二個是不依形象 就是不著於所謂的不靜觀 那修止者 細心死後的輕於容難到骨頭分散等 是不靜觀 等於說是觀察這個屍體 死後的這個屍體 還有這些階段 輕於膨脹 乃至也被從咬 乃至到變成骨頭 這屬於不靜 那或者從白骨流光出這個境界 這屬於靜觀 這是屬於聖文法 共生文法的修行方式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大聖有觀這個念佛的像 或是觀佛土莊園 或觀日月等 這是依的形象而修 像觀無量受佛經 這個第一關是觀日若觀 十六行觀 或者叫十六行觀 就是在觀無量受佛經 在後面十六行觀 第一個是觀日若 那在後面的十四十五十六 又去區別 有所謂的上頻上升 上頻中升上頻下升 所以所謂九頻往生 實際上是一的所謂觀無量受佛經 中後面十六行觀中的後面的十四十五關的說明 這邊再稍微說明一下 那因可以了知 這個所謂的形色是虛妄無始 所以就不依形色而修 而修止 好第一 接著是說不依這個所謂的六界 就是不依空地水火蜂 是見聞訣誌 那我剛剛有稍微提到了 就是這屬於六界 見聞訣誌就是屬於式的作用 好 接著 剛開始修學的方法是 升文佛教有所謂的二肝入門 就是不靜觀跟屬習觀 那一般來說不靜觀就是對峙貪欲 那屬習觀就是對峙散亂 那依著二門休息可以入定 乃至引發無肉痣 那怎麼發言無肉痣呢 就觀六界合合是人 所以呢 它是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字體 無我無我所 那或者呢 剛開始就修所謂的六界觀可以對峙我們 那這三個不靜觀屬習觀 六界觀就合稱為三度門 那三度門在柱角的746 這個詞啊 這個詞大概是 就是瓜佛三 詞阿比坦心論 就是它並不是通說 就是它可能就是論的一種整理 所以叫三度門 不過總的來說 修止大概也是 不是二肝入門 三度門就是五庭心觀 五庭心觀就再加慈悲跟緣起 那在柱角746 747 這些都有不同的說明 就是修六界對峙我們 不同經或論的說明 或許不是如此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所謂的二肝入門 這個也是蠻有趣的 不知道各位之前有沒有 有沒有注意過 在柱角的745 一開始 像瓜佛一 雜岸經的809 809 一開始佛是教導 比丘去 休息這個不禁觀 而且在那不禁觀 那如果休息不禁觀呢 可以得大佛大福利 一般說大佛大福利 就是可以依著不禁觀 之後可以得這個出世解脫 有出國以上 可是呢 有些比丘呢 可能 休息上 不知道怎麼 有問題了 所以他修不禁觀呢 修到最後呢 很厌患自己這種 不禁的身體 所以他就用刀 自殺 或者服毒藥 或者用繩子 上吊 或者頭 頭盒啊 頭這個山壁等等 自殺 或者教其他的 比丘沙 所以這時候呢 佛呢 就又跟朱比丘說了另外一種方式 殘求方法 就是所謂的阿納斑那 這個也是 對我而言也是蠻有趣的 就是為什麼一開始是修不禁觀 那如果一般說不禁觀修成就了 他應該不見得是不禁嗎 或者是像剛所提到的這白骨流光 又轉為禁觀 那既然如此 怎麼會有這個 目前是沒有看過 好像有特別的說明 都是有記載 然後並不是只有雜案 僅在綠典上也有這麼記載 好接著看 瓜福五 怎麼知道 這個 不禁觀呢 先取這個史詩的不禁相修行 那這個 就是九響 就是清淤響 還有熔爛響 變壞響 膨脹響 時淡響 學徒響 還有分散響 所忽響 還有善壞響 那這樣子可以對峙貪欲 就是對峙身體的 執著是很有 有利的 另外的是 慈禧念 就是屬習觀 那一般說 就是六廟門 屬水子 觀環境 屬就是屬呼吸的次數 那其中還有所謂的十六聖行 那也是屬於 慈禧念中最高聖的 那這兩個實際上都可以依著這樣子而 產生智慧 斷煩惱的 所以叫做二甘露門 好 那我們接著看428 剛剛已經提到了不依所謂的氣息 不依形色 不依地水火風 乃至 見聞覺知這些等等 好接著看427 講義的427 本論所說的止修 就是修習這個聖義場 真如上面 那一切取向的定境都有相可得 就是我們一開始都是要有個所原境 一般的禪修都是要有所原境 那這個所原境就有一定的對象可得 假設取著這樣的境界而修止或觀 就不能與無所住的真如相應 所以本論所說的真如三昧 就是要不依一切的定境而修行 就是現觀勝義的真如常 剛開始呢 一切諸相隨念接觸 導致說這個 在其他的一本 這個相是做相 不過從前後文來看 是先有這個人緣的相 所緣的相 人緣的相 所以他是依著說 元曉大師的這個註解本 那進一步呢 就除這個相 好 那看導致的解釋 一切諸相 相屬習不敬六界觀等影像相 就是我們在所 觀禪修的時候 或是我們在將心安置於所云的時候 有他的對象 我們屬習有呼吸的相 雖然不是眼睛看的 尤其在 觀呼吸一開始 可以感覺到 氣息在鼻孔周圍 或是人中 近出的那種感覺 那種感受 一開始是屬於身體的觸覺 可是更深入更靈近的時候 我們的注意力實際上 你要去超越 等於說你要用第六意識去觀 並不是依著深處的那種 去觀察那種所謂的觸覺 那這個實際上就是 心所呈現的影像 並不是我們眼睛真的看到 這個呼吸的相 就是這個呼吸相實際上 呈現在我們心的境界上 所以叫影像相 所以念其實 就是一升起這種念頭的時候 就可以了知 了知什麼 外境失誤 那用這個人觀的心 去潜出這個外境失誤 那潜出之後呢 這個所謂的影像相 就不會生 那進一步呢 不但呢 潜出了所起的境相 這個人取的分別心 就是相 這個望心也是非死 所以要加以潜出 除相呢 就可以不執著所取相 除相就可以不執著這個人取相 所以它是一步一步的 先將用心來取除相 接著去觀這個心 實際上也是非死 所以本論的修止方便 不細心一進性實之進 就是不是將我們的心 按住在某個特定的所緣境上 而是呢 是以心潜境 就先用心來潜這個境 只要我們心所限的種種影像 都是不要執著 那都沒有影像的時候 進一步來潜這個能觀的心 所以呢 更寧靜的時候 當下 能靜面心亡 而且不止取這個人取的想 到這個階段 就是將心指一切境界的 指一切境界 就是任何境界都不要跟著它 或者不要去專注它 對我個人而言 這個似乎是比較困難一點 或者是因為習慣熟悉的緣故 就是 好 接著 這是屬於五分別指 指一切境界的五分別指 就是用心來潜進 最後達到靜面心亡這種狀態 那這時候實際上還沒有升起所謂的 聖意 或是諸法實相 因為它是用指的去指 用潜除的 它並不是用修觀的 而生的那種無肉制 好 這是唯心的修止法 是有理論的根據 就如同剛所舉例的佛化加三言經 那裡所提到的 它那邊也是不亦一切境界而修 好 那因呢 一切法本來無相 雖然妄念現現 這個人取的像 所取的像 人取的像 好像存在 往然 往然就是好像存在 實際上是念念不生 念念不念 就是念本來是無自性 無念 假設有人取的像 所取的像 就沒辦法跟真如法性相應 要修習體驗真如 就要潜出一切像 那要潜出一切像 就不應依 不應該依著一切像而修 那不依一切像而修 就是了知通達妄念本空 沒有實在性 那無自性的生 還有無自性的面 就是這個念念不生不面 那不取著於念 就是所取向還有能取向 那妄念指 自行 就是隨順以無分別指 那接著這段文 我們剛剛有看到了 就剛剛補充講一 那邊有看到 前面 不取著定進的影像像而修止 這個相近於九種柱心中的內柱跟等柱 那關於內柱等柱的這種 九種柱心的說明 剛剛有提到在柱角的731 我舉了 除了 原曉大師的說明之外 也引了瑜伽式帝論 還有加了導師的成佛之道的說明 所以有興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個定義上 接下來就是屬於這邊所講的 剛剛所講的內容是屬於內柱等柱 接下來是屬於安柱等 就是後面的三四五六七的 那出修止者 每每心持於外境而散亂 就是追逐於外境外在境界 那心一直向外跑那當然會散亂 所以不得放逸妄念 隨心外散而念於外在的境界 聽到什麼聲音就想要去了解 看到什麼樣的東西就要想去了解 這個都是將我們的心一直往外去追逐了 那外念境界就是念於外境 如想於五欲境界或其種種不正的循師 那不念外境就全除一切諸相 那進一步呢 還要除掉這個能取外境的妄想 所以說後以心除心了 那怎樣能不取外境又可以去除這個妄心 第一個是外境 一個是妄心 所以外境是比較粗的 粗顯的 就像我們剛剛之前在講這個 五種意中的夜視轉視現世 現世是顯現境界 那這個所謂的轉視是生這個能見的心 所以從粗道系來說 還是有差異的 這邊就講說 怎樣可以不執著這個境界 或者是不心不去關注這個境界 乃至將這個能觀的心 這種妄想心也要淺出呢 就是當我們的心呢 慈善於外境的時候 就是跑到觀察外境界的時候 就將它收射回了暗注於正念中 那什麼是正念呢 就如 助於 如色外善的 妄心呢 助於取向的定境 這時候還是屬於妄念妄境的相訊 不能達到這個不取向的目的 所以什麼是正念 什麼是正念 就是當之呢 唯心沒有外境界 所以了得唯心無外境界 那取外境的心 就可以射助不再慈善 就是不再跑掉了 那既然助於唯心 更了得圓境起心 離境心不能起 就沒有生了 既然我們可以了知這個所謂的 一切唯心的話 而且又了知認識到 這個所謂的淨實際上是依著心而起 那如果 離心 離淨 心也不起 這兩個 當下可以 靜滅心亡了 所以就可以知道這個此心呢 也是無志向可得 所以念念不可得 因此呢 如果不取外境界相 又不作為內心的想 就達到不一一切 誰順於 指一切境界相的無分別指 他是這樣的說明 修止呢 不能老是做著 總是有其他的行為 所以可能在走路的時候 或者停留的時候 也應該念念的修止 功夫不可間斷 那 從做起去來禁止有所失作 失作就是做其他事情 穿衣吃飯這些等等事情 那在一切史當中 都要以正念為方便 那剛講的這個正念 就是了知這個心 靜由心起 那心本身也 無自信 就他並不是固定不變 所以應該說 那個念也不是固定不面 所以念念不可得 那就是安住在這樣的狀態 就是屬於所說的正念 那用這樣子修行 就是隨順 唯心無盡 本來無相的法義 而觀察 所以他一般 一方面是做的時候觀察 一方面是在 一切史的時候 就是要用這個觀察 用這個所謂唯心無盡 還有這個無相可得的 這樣觀察 那念念不忘 不依一切相而修 久久可以打成一片 才能成就 好這是剛初修的內容 初學的時候 好這邊要稍微說明的是 除了在講義的427頁的註腳 747 這邊就不進一步的分別 然後大家有興趣 可以自行看一下 這邊就提到這個所謂的 五庭心觀 不過 各部 各部經論的說明 可能不太一樣 比方這邊是修無常想斷我慢 在詐案心得518頁 那本論這邊導致是說修六戒可以對置我慢 那瓜服4 那瓜服4 瑜伽式利論 這個修這所謂六戒差別 實際上可以 與諸慢心心得親近 所以他可以對置這個慢 那在747的這個註腳 瓜服3 瑜伽式利論 卷412 似乎也是如此 為對置諸焦慢故 修戒差別 或許導師是依著瑜伽式利論而說的 就是本論這裡 修六戒觀對置我們 因為不同的經論的說明 是不太一樣 中華爾經也是 那剛剛說的這個三度門的 扎阿比坦心論 他是劍行者 以這個所謂的戒方變觀度 所以他是屬於劍 斜劍 另外一個是 瓜服4 一樣是在這一頁 注腳 瓜服4 瑜伽式利論卷26-27 就是我們前面 講義的 414頁的注腳 719 那邊有提到這種 所謂四種所緣近視 這邊稍微看一下 就所緣有分四種 一個是片滿所緣 第二個是進行所緣 第三個是散角所緣 第四個是進貨所緣 那片滿所緣裡面又分為 有分別影像 無分別影像 四邊際 四邊際性 還有所作成半 那這個內容呢 大家可以自行看為這個 這個出處這邊 如果有興趣的話 那這邊有關係的是 進貨所緣 那進貨所緣 就是依著五庭星觀 對峙五種煩惱 所以不進可以對峙貪 那修辭明可以對峙稱 那這個圓性圓起 對峙齒 那這個圓性圓起 界差別也可以對峙慢 還有這個多巡詩呢 就是用這個所謂的 熟悉 那扇角所緣又分為 運扇角 界扇角 出扇角 圓起扇角 還有出飛出扇角 那進貨所緣 那進貨所緣 它要分為兩個 一個是所謂的世間的觀法 就是觀下地的出性 觀上地的進性 那我們在一般講禪修的時候 出地 要出 出禁律 出禪怎麼有辦法入第二禪 你就是要捨 觀上地的進廟裡 觀下地的苦出障 所以要捨出禪的苦出障 苦是痛苦 相對二禪來說 它是比較痛 比較有苦的 而且它是比較出障礙的 那上帝是進廟裡 所以你才有辦法捨出禪入二禪 這是世間的方法 出世間的進貨所緣 就是觀所謂的世聖地 好 那接著我們看430頁 剛講的是初休息 這邊是講的久期成熟 好文這邊呢 久期成熟 齊心得助 以心助顧 漸漸猛力 隨順得入真如三昧 身符煩惱信心增長 速成不退 為除疑惑不幸 匪伴重罪業障 我慢懈怠如是等人所不忍辱 好 來看一下 老師的說明 那依著上面的修止方法 經過長時間的休息 慢慢的心調柔 那也純熟 方法也比較純熟 那心可以得自在 那就不持留於取向的境界 就是追逐於外在境界 或停留於外在境界 那這時候心就安住 那這個階段呢 等於久住心中的心去一境 這等於第八了 那剛有提到這裡 在前面的住角 就752這邊呢 那這邊內容就是751 這個內容 跟導師的說明是比較相近的 這邊751 這裡 跟我們這邊的內容是比較相近 就等於說是 袁曉大師的這個分 詮釋跟導師這邊是比較相近 就這邊是屬於心去一境 那以心安止的住職的 定力慢慢的蒙力 能隨順趨向得路 就路這個所謂真如三昧 成就無分別定 就等值 那真如三昧就勝一場 那我們前面也有稍微看到了 在柱角的756也可以再 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解釋三昧 就三昧 就是鎮定 或是等詞 平等詞心的意思 那與這個真如五相相應 所以叫做真如三昧 所以如果可以入真如三昧 雖然煩惱沒辦法斷除 可是已經可以生服煩惱令不現行 煩惱不起呢 對前面所說 這第二節所說的四種信心 就可以逐漸增長 迅速的成就不退 那不退就是信心不退 信心不退呢 進一步就可以到達所謂的蒸發菩提心 就是出發心柱 信成就發心這個結位 接著又說明 醫者上面的方法可以成就了 正如上面 可是也有修學 休息沒辦法成就了 那可能就是這些 可能懷有疑惑 不信 誹謗 或是重罪業障 我慢懈怠等等 所以就進一步的詮釋 疑惑就是沒有肯定的信解 那不信是根本就不相信 所以對於修訂的方便 修訂的功德 還有那利益 如果有在修的過程有疑惑 基本上是 不管是正面所說的真如三美 或一切的禪修方法都是如此 就是心有疑惑 基本上沒辦法依著這樣子而得定 那既然不相信也不會真實的去弱實 那不真實的修學 他也沒辦法成就 好 接著是誹謗 那誹謗可能就是誹謗這個什麼他就指 或是佛法或是修行的人 這樣當然也不會成就 那修訂的時候過去呢 有熏悉的這個惡夜這樣會現行 就是過去所做的行為 當然不是只有過去生 我們這輩子所做的行為 在這個禪修的過程當中也會顯現 有些可能會遭磨成病 所以修學止觀呢 要先持戒清淨 深慈悲心 常愧懺悔 以消除這個過去所造的惡夜 那我們是自以為是立根 沒辦法虛心收教 或者得少為主 或者已經認為自己已經得到了 實際上他沒有成就了 為得嘛 為得而自以為成就 那懈怠呢是不經情休學 等於說沒有持續 那真如上面是這些人所不能入 假設如果沒有上面所說的這些疑惑等等 那如果努力的休學一定可以成就 那我們來看一下柱角的760 那我們上次剛剛有稍微看類似的 前面有稍微提到了 在這邊所舉的是 修習 一樣是智者大師所說的這個 修習止觀 坐禪法要這邊 發心起行欲修止觀者 要先外聚無緣 第一個是持戒清淨 一般依經說嘛 依的這個戒可以生成定 來自可以滅智慧 所以 比修人的因持戒清淨 裡面有提到要 暢迴應該修死法 就是這個要 民性因果 身重護衛 起 身體常跪 求滅罪方法 這些等等 這十個法 這十個法 來自規安 罪性無 無聲 罪性本空 還要先 莊嚴稻茶 洗碗清淨 坐清淨 燒香上外余三寶前 如法修洗 一期或三期 來自整年 專心暢迴所犯重罪 犯 取滅方子 有所謂的取滅方子 就是有所謂的見像好了 看到佛放光 或是夢中見佛 這些像好 就可以代表我們 所修的 所唱過去的重罪 已經可以了 所以這時候 可以修禪定 瓜佛寺 在一樣是智者大師的 四禪波羅蜜赤地法門 這邊也有說 第一慈戒清淨者 這個就對應 剛剛我們導師 文上所說的 可能就是 要 詞戒清淨生慈悲 這個可以互相的參考 其中 講詞戒清淨 又分為三個內容 第一個是 有戒無戒 還有什麼是 詞戒 什麼是犯戒 第三個是 名懺悔 那在講懺悔當中 第一個要先名 運心懺悔 就是要 生這個懺悔心 第二個是正名 懺悔方法 為什麼要運心懺悔 就是 有時候我們沒有這個懺悔心 就要用方法 讓我們生這個懺悔心 這邊有個問答 上來所說 初作禪者必須懺悔 意有不然 就是說 一定要先懺悔嗎 有沒有可能不用 那不必一項 那不必一項 不必一項 再回答就是說 不一定如此 如果但能執心作禪 就是第一懺悔 若於做當中難轉 就是有很多種困難的時候 升起很多的為難 像可能過去的惡業現前 心會恐怖之類的 多不得用心者 必須懺悔 那我們後面也會看到 就是說 修禪修 沒辦法成就 實際上是跟過去的行為有關係 所以 是要先懺悔的 那我們今天就 先到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內容 似乎是 並不是那麼多 不過 有些是 關於相關的 因為導師 個人花了一些時間 就是 放了很多注腳 因為好像導師的一句話 如果沒有去 仔細的區別一下 感覺好像就是這樣子而已 就是他所說 好像就是 實際上他背後的 一些內容 是蠻豐富的 好 我們就 稍微來看一下 今天所說 第一個是 略說子關門 就是對子關這個定義 所以本論對子的定義 是子一切境界相 那子一切境界 就是隨順奢莫他 那關就是分別因緣生命相 那當然這個部分還沒有看到 所謂的隨順呢 就是子跟關 各別先修學 慢慢地存熟的時候 就可以 兼雜 一下修子 接著修關 那等到這個 子關酸韻 的時候 就是要隨順 所以隨順就是子關酸韻的意思 另外的呢 在初修方便這邊就先說 剛開始修的時候 就要子於盡處 還有端坐正義 就是我們要明確我們的目標 或者我們的信念要純正 並不是為了所謂的明文立揚 還是為了神通 才修這個所謂的 才修成定 那接著就是 將心呢 不依任何的所謂靜 那為什麼可以不依任何的所謂靜 因為 這個我們認為的所謂靜 實際上是由內在的妄念心所生 所以用這個妄念心來取這個 去除這個所謂靜非真實 接著 既然這個所謂靜非真實 這個妄念心 也是實際上也非真實 所以達到念念不生 念念不滅 達到一切法的本質 真如平等性 就是本質 就是無相 如果將這個心安住在無相 這個就可以入所謂的真如三昧 這是初學 初學 剛開始又分為兩個階段 就是一般的時候做就是休止 可是在 除了做之外的其他的活動 或其他的時間 是安住於所正念 正念就是觀為心無盡 這邊所講的 是正念者當之為心無外境界 那接著又此父 其父此心一無自相 念念不可得 所以達到這個所謂的 了知這個心 靜念心亡 好 那依的這樣的正念 那依的這樣的正念 去觀察 日常的作息 這個叫做 隨順觀察 好 那第二個是 久息成熟 那久息成熟 心在做的時候 就有辦法慢慢的得定 就入所謂的真如三昧 導師就詮釋這個真如三昧 就是 將心不隨一切境界 或是一達到這個 靜念心亡的無分別定 他可以降伏煩惱 那降伏煩惱 就將增長我們的信心 對第二節所說的 四類的信心 成生這種不退的信成就 假設沒辦法入這個所謂真如三昧 大概就是有這幾種情況 可能有疑惑 有不幸 或毀謗 或過去的這種業障 乃至我慢懈怠等等 那這些就是沒辦法 沒辦法入真如三昧的情況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不知道主委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謝謝師傅 那我們現在開始進行 請問答 請Howard師兄發問 原無法師慈悲 請問法師 那個真如三昧的話 它是屬於在初禪二禪還是三禪 就是它是大概在禪定的哪個位置 就它應該還只是一種定嗎 那第二個就是說 第二個就是說 在在定中 在三昧中 它怎麼樣能夠發揮 好 感恩法師 如果以本論來看 這個人要確定一下到底是 這個人要確定一下到底是 如果趙導師的前 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 陳佛之道解釋 大概是二禪就可能到 所謂的無分別定 所以它不會是初禪 就是二禪以上 或者是三禪 那在定中怎麼生會 就是牽涉到後面的 這個我們還沒看到 到時候再確認一下 如果以本論來說的話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說 一般說定中做官 跟我們這邊所說的 江青安子之後起官 觀察 似乎是不太一樣 江青安子等於說 還沒有到根本定 那後面說子官雙韻 子跟官雙韻 就是江青安子 是不是已經得到 已經到達這個所謂的根本定 才起官了 這個就要進一步的確認 那到時候我們再來看看 感覺上我印象中目前看到的 大概是 目前只是在指中起官 沒有在定中起官 就以本論來說 請問您剛說那個根本定是什麼意思 我們還不太懂這個 就是安於子 還有根本定 應該說一個安於子的話 它沒有到所謂的根本定 等於說在根本定之前 就像我們剛說的九種住心 在第九是等詞就是入定了 可是在等詞之前 有所謂的專注一去 第八它也是很接近 很接近定的狀態 可是它並不是在定中 可是這個階段都屬於 將心安置在這個境界上 那當然這邊所謂的真如三昧 就是將心安置在這個真如無相上 所以在這個階段 如果是不是在定中起官的話 它並不是 它這邊所謂的子官雙韻 它不見得等同於定中做官 這樣意思 這樣可以嗎 好 那請問它這個真如三昧 剛剛看那個解釋 它好像幾乎是不用任何的方法 它也不用屬習 什麼也不用 然後也沒有所緣盡 這個是不是有點像禪宗的 就是不用方法的修行 就是因為有個禪師 它有開示 它說它修行 它不用方法 是不是有點類似這樣 它沒有方法 看起來中如三昧 它沒有用任何的方法 阿彌陀佛 它實際上它不是沒有用方法 它的方法就是先用心來淺靜 那達到 進一步地觀察到這個 心跟靜都不深的那種狀態 就是無相的狀態 所以它是安於無相 就是安於真如 可是它是不是完全沒有方法 它的方法就是用心來淺靜 進一步地將這個能觀的心也淺出 就是應該說能觀的念淺出 所以它是用這種的方法 跟您說的禪師沒有用方法 這個就要問那個禪師 不過導師認為禪宗說 不用方法的 這個導師是不太 不太認同的 他認為他所有的 像我們剛剛看到這個所謂的念頭 或者是那種所謂的末造 基本上它還是用方法 沒有用不用方法 這樣可以嗎 好 謝謝法師 謝謝元務法師 謝謝 請友榮師姐發問 師傅請問今天講的這些 是已經入了那個 在實性位中的 凡夫修行的法 還是說像我們這種 連實性都還沒有到的人的修行 他沒有區別 這邊所講的沒有區別 是不是實性位 至少就是 就是還沒有到這個出著的階段 所以包含吧 好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前面講到那個 前方便的時候說 環境生意意象 然後裡面講到 這個是柱角七三八吧 說到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說的 比如說外方便 然後這裡面都有說到要棄五蓋 可是以我的理解 要得定才能夠棄五蓋 所以如何能夠在前方便的時候 就棄五蓋呢 得定當然是完全的降服 可是在得定之前就是 要慢慢的不受他的影響 那是什麼方法呢 就是心裡一直要想說 我厌禮他厌禮他厌禮他 如果是用 如果是依得 智者大師的那種棄五蓋 就是用所謂的五庭心官去去除 那本論 我剛剛也有說 對我而言我也覺得 真如上面實際上 對我而言也是比較 攔你入手的 不過就是可以 我覺得還是可以 先用所謂的五庭心官去去除散亂 撐心這些 讓心達到這個 所謂 沒有 沒有 將心可以安定 或是 將我們的心沒有這些的 粗重的煩惱 這種狀態就算是 就是說 對我而言我可能會 如果是心沒有專注 我可能還是會用所謂的熟悉 或隨喜 將這個散亂先專注在所緣 那心很寧靜的時候 就不關這個呼吸 那就可以持續 將這個心 持續在這個所謂 不依氣息 或是不依一切相而休息 就是這樣 將這個心安置在這個狀態 因為一般修安班 就是 因為專注的時候 有所謂的禪向身 如果以南傳的修行方式 那禪向身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 一般的修行方式就 叫我們一直專注在這個禪向上 那這時候再專注 呼吸跟禪向結合 乃至心可以入所謂的初禪 如果依本論來說 如果依我 我可能就是 先將心的散亂 用所謂的熟悉 或隨喜 降伏 那到心很寧定的時候 就不 不在依這個所謂的禪向而休息 安置在禪向上 可能就是 用這個所謂的無 去除這個禪向的方式 而達到心靈境的狀態 或許這樣會比較容易入手吧 那以我對佛說家真言的解釋的話 那是不是說我們應該先修強良禪 再修真實禪這個意思 沒有啊 沒有沒有沒有 他說不要休息強良禪啊 沒有沒有說要先修強良禪 因為強良禪 強良禪是沒有調伏的嘛 他也不是說 修五點心灌難 強良禪應該是說 沒有調伏的岩 必須被拉到那個水的旁邊 才願意去喝水 所以如果說我要先休息 不管是鼠息 或者是其他的所緣禪 那就是說有一個繩子拉著我 讓我到那個水邊去喝水 那真實禪應該就是說 沒有繩子拉著我 我也去那邊喝水 所以如果照師傅這個說法的話 應該是說 先有一個繩子拉著我去喝水 然後我最後再把這個繩子放掉 就可以真實禪 什麼心所緣哪裡都不想 不是這個意思嗎 沒錯 可是它不是強良禪 你剛剛說的解釋 是哪裡看得到的 強良禪是這樣的嗎 就是我看 沒有強良禪 強良禪沒有這個 它就算是禪修的方式 也不算是強良禪 強良禪是說這個馬是很難去調伏的 所以你沒辦法用 那時候是沒辦法 很難用什麼方法去調伏我們的心 叫強良禪 好 我可能看的是真知部的解釋 有可能是這樣 好 那我不知道 好不會 那好像有一個佛友在 用Email問 不過那個問題實際上 是一個好問題 只是關於出處的問題 這是螢幕上這邊的 提到是在講記 就課本的336頁 或是我們講義的383頁 維世學當中 就是 因為我們書上是有提到 真心是屬於第八 那方便 就是維世學真心是屬於第六 方便心是第七 夜市心是屬於第八 那這句話實際上我沒有找到 我目前還沒有看到相應的文脈 所以我不確定 老師說的維世學是 是依於哪一種說法 不過我們前面大致上有稍微對 維世學中有分為所謂的 地論師 社論師 還有維世師 對第七式 第八式的詮釋 因此我真的不是很確定 或者是像 夜市就是屬於阿賴夜市中的 種子生線型 是屬於自證分 或者用那個所謂的 轉世成字來說 那這邊舉的是 社大聖論講記 這邊也很難看得出來 因為前五是 轉成所謂的神主做字 屬於變化生 可能就是化生去幫助眾生 尤其是凡夫二聖的 那六四轉成妙觀察字 是受用生 受用生 受用生 那第七式轉成平等性 就是自信生 自信生就是諸法實相 法生 還有第八式的大元禁字 所以這幾個文對應起來 我目前沒有 或者還要再看看 那時候沒有放住腳 也是因為沒有找到相應的 等於說是代考 關於這句話 唯士學中真心與方便心 是第六還有第七式所起 夜式心是屬於第八式 這個可能要再代考 或者其他的菩薩佛友 如果有相關的文 也可以提供我們參考 那先回答到這邊 謝謝師父 好 浩尾師兄請發問 好那個緣無法實悲 就是我想有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最近有看到一個 他說那個官的話 它的並不是跟教理 不是完全的有關係 就是官它有修習的方法 就教理是教理 但是官呢它有官的方法 我就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子 難道這個官 它不是從這個教理來的嗎 為什麼我們學了教理之後 在官修上的方法 還要另外有一個 就是比較特別的 我不知道我這樣講 法師能不能夠理解 另外就是說請教法師 那個華言的三觀 當然這雖然不在今天的課範圍裡面 就是一直有一個疑問 它那個周片寒容觀 那個一極一切一切即一 這種怎麼去觀呢 這種好像很不可思議 好 感恩法師 您剛剛已經回答你的問題了 一極一切一切即一 這個當然就是 這個是佛菩薩境界 這個我也沒辦法這麼去 當然有些的詮釋是像 像那個什麼 現在有些我聽過的比喻 就像一可以包含的一切 那等一下我們那個 現在那個不是那個什麼 記憶體或者隨身體 也不是很小的 它的有好幾句 以前的那個大陣障 一百冊 這麼多的內容 全部放在一個小小的光碟片 我想現在不是光碟片 大概現在是隨身碟 那當然這個只是一種 比喻的說明 實際上體驗到的境界 目前我還沒辦法去說明 另外的你說觀的 另外修行的方式 那老師是比較不 不朝這個詮釋 就是他並不是用這樣去解釋 那當然每個修學者 或是每個老師成師 他們的詮釋也不一樣 那或許 或許你有機會就問這個 說的人 不過依導師的解釋 所謂的修觀 觀就是分別抉擇 可是我們剛剛也看了蠻多的內容 就是所謂的分別抉擇 並不是隨便的去觀察分別 這個東西是好壞長短高低 而是要觀察世間種種的現象 或是每件事物的本質 那最真實的狀態是什麼 那導師說 就是要觀察它是空無自信 但是在中論上也是如此 中論 雖然中論是指迫不力 不過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觀一切法的空無自信 那波羅經 似乎也是如此 那為世的用所謂的為世觀 將為世無盡 即有世 沒有所謂的這個靜存在於心之外 或是沒有這個真實的靜存在 那這個似乎 似乎是有這個前後的次第 不過我們剛剛有看到 雖然先用這個心前靜 可是要達到那個所謂的聖身的境界 還是要心跟靜都要淺除 這個才達到這個所謂的空的狀態 所以它觀的內容 修觀 中觀正觀 或是中論正 中論這個所謂所闡釋的那個內容 實際上就是觀的修行方法 我們說 導師說 就是中論是屬於深觀 大致论是屬於廣大型 所以中論所闡釋的就是一種觀的方法 所以不要說導師說 我就舉中論來說 因此我個人也認同導師的說法 所以觀並不是我們另外在於教法之外 而去修學的 它實際上就是我們所修的內容 進一步的 在先藉由他人的說明 學習教導 那自己這些觀念也可以深刻記起來 乃是我們遇到見解自然就會申請這個 對視對人都是要觀察它 因緣合合 既然因緣合合 我們就不要把它當作真實不變 人際關係真實不變 人似乎是實際上在改變 那這些觀察更深刻 乃是我們有辦法在定中 觀到這樣的狀態 觀到法的空無之心 實際上這個要生起無肉治就很容易了 當然這個要生無肉治之前 就是要先所謂的修會 再定中修 那在這之前就要施會 要深刻的理解 深刻的理解 並不是我們今天很了解的 那明天再來看這些文 好像又不是很清楚 過了幾天之後好像就忘記了 我有聽過有些佛友說 他之前蠻認真的修學 可是有一段時間家裡很忙 所以他就忘記所修的內容 所以就可以可想而知 所謂的思所成會 基本上我們並不見得有成就 我們大概是停留在所謂的文所成 聽到的時候 或者在某段時間 針對某個課題 某個佛教教理的說明很清楚 可是如果過一段時間 這些教理是不是一樣很清楚 遇到事情 這些教理是不是可以幫助我們 這個就可以檢視說 我們到底有沒有進入所謂的思所成 個人覺得大部分都是停留在所謂的文所成 所以這邊的回答就是觀 他並不需要 應該說 你學習的內容是什麼 如果你學習的像中論這種內容 基本上他並不是在中論之外 還要學習所謂的觀法 那另外的這個華元經 那種聖誠境界 個人也沒辦法做說明 那以上就這麼樣回答你 好感恩原文法師 那原文法師我現在有一個困擾 就是讀那個中論以後 那我的 我們也不要說見解 就我的想法跟班上的同學 還有跟冠障法師 甚至跟那個長詞法師都不一樣 就是在那個因果上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以前有一個禪師 就有一個人他說了不落因果 結果剁了也無聲五百年 所以大家都很怕說這個沒有因果 但是我讀了這個中論以後 我的感覺是特別是讀到那個因果品 它是沒有因果的 就讀到因緣品 它是沒有因緣的 就是因緣它是不成立的 那這個就是說沒有因果的 這一點呢 我有一個支持的論調 就是說以前在十年前 我有聽過一個 網路上聽過一個 開始在多倫多有一個 談錫詠 他是有做大中觀論集 他好像講到最後 我也是很湊巧聽到他的最後一堂課 他說到了究竟易上以後 是沒有因果的 所以我不知道我這種看了 讀了中論以後沒有因果 假如說這個是錯誤的見解 那我照這個去修觀 那這個是不是會有問題 請請永無法再開始 阿彌陀佛 對啊他中論怎麼會沒有因果 這個我也是 就是中論在那個因果品裡面 他很明顯的就說了 因是不能夠生果的 但是因果它是晚然有 它是世俗地上晚有 但是中論告訴我們 就是沒有因果 因不能生果的 不是 你應該是說 應該不是 應該這麼說的 比方我們有西瓜的種子 對不對 你種下西瓜的種子 生出來得到這個 所謂的西瓜 可是這個瓜 西瓜跟種子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可是種子本身不等於所謂的西瓜 你知道意思嗎 不是 所以你講的那個所謂的 因不能直接生果 就是說如果這個因是有自性的話 它一定沒辦法生這個所謂的西瓜 就是這個種子如果有自性的話 它沒辦法生這個西瓜 那你種下這個西瓜的種子 你後藉由溫度濕度 後天的營養它會變異 所以這個所謂的有自性的因 它是不成立的 所以無自性的因它可以生成我們所謂的西瓜 所以中論所講的因緣往南有 是從世俗地上說 從聖意地當然所謂的因跟果 世間萬法連捏盤 這種聖意地它也認為是必進空 所以從世俗上來說 世間總有現象條件所成 條件所成它不是固定不變 不是固定不變它不是自有自成 它否定的是這個面向 所以它並不是說因不能直接生果 因為這個因它並不是自有自成 在講因緣品的時候 它非自生非他生非共生 那這個共生呢 就會讓我們講是因緣生 可是它那邊所講的共生是說 如果有自性的因緣生的話 基本上也是要遣除的 如果在講因緣品 法非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無生 所以這個共生讓我們很容易理解成 所謂的因緣和合而生 如果是因緣和合而生 它沒有自性的話是沒問題 如果你只有這個所謂的 因緣和合而生的法的話 它就會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不會說有這個問題 它不會說是沒有因果 就是因跟果本身都是空無自性 這樣可以嗎 就是說如果只照字面上的意思看起來的話 它是因是不能生果的 我再去深入好好研究一下 那至少就說在究竟意義上 是不是它是沒有因果的 就是這一點 另外就是 應該說它超越不能說有說沒有 它是超越有跟無 所以你不能說有或是沒有 如果你修有說有沒有的話 就是落入於兩邊 所以就生意地上 它是用無 用否定詞來超越 我們所認為的那些有的概念 所以從生意地 它最後說必進空 所以不能說沒有 因為你說沒有的話就是有 因為世間上 只要說有跟沒有它是相對的 你說沒有實際上就有的那個面向在 所以它並不是說沒有 而是說超越有跟沒有 一切法都是如此 好感恩願無法師 阿彌陀佛 請憲林師兄發問 法師好 我這個問題就是說 今天您在課堂上講到了 就是說導師對這個中國的禪中 就是說參話頭的一些看法 我想這個就是說這個傳統的禪中 應該是不能夠被不能夠接受的 就是說我們中國到晚進的時候 很多是以參話頭 就是我為主的修行方法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說 按照這個佛法的正常的修行次第 就從緣起的生滅去觀 然後體悟裡的話 不生不滅的這個寂靜滅盤的這個聖意 那麼禪中的方法可不可以就是說 我們把它理解為 也可以說是這個佛法修行上的一個偏方 也就是說的話 它對打破我們的就是說 用邏輯思維的分別心 它是有就是說非常殊勝的一面 而且呢 導師說就是說 這個我們參話頭破禪的時候 這些話好像跟自己相應 那麼中國的一些禪師的 他們一些的開悟的這一些 我們讀這個禪師的這些事記 它大部分時候我們看到 它這個所謂的就是破禪開悟的時候 都是不是在定的這個狀態下 基本都是在一個就是說 好像就是說在平常的 因緣成熟的時候 它會出現這樣的一種狀態 而非在定中 所以我的問題這樣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這個本論的這個真如三昧 那麼它偏向於在指的這個方面 那這一部分是本論的這個 就這樣認為呢 還是導師的判設 就是我們講說 就是我們講說 剛才您講的這真如三昧 那麼這個就是說 它是只是在修止這一部分的 那麼這個是本論的觀點 還是導師的判設 好 加恩薩斯 那個當然是本論的判設 因為它指於一切 就是指一切境界項嘛 那修觀我們後面會看到 實際上修觀它並沒有強調這部分 所以這個並不是 導師只是為本論 為什麼指跟觀的這個比重上 或是它的強調上不太一致 它進一步的說明為什麼而已 所以這並不是說導師這麼說 實際上你如果我們看前後文 就是將指的內容還有觀的內容 前後看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實際上本論確實如此 只是偏重於指 而且它的指是真如上面 可是在修觀的時候 明明在前面 我們在觀這個心念的深注意面 它那時候的觀實際上就是 跟這個真如相應的觀 可是這邊它就沒有講 所以我那時候 或許我可能詮釋的沒有那麼清楚 不過前後的文脈你對應看的話 像我剛剛講的這個 心真如門那個部分也是如此 它是觀念的無自信 所以那時候就實際上 那時候的觀就會比較是屬於觀真如 或是隨順於真如的觀察 可是我們這邊後面所講的觀 就比較落入於 並不是真如的觀察 所以這並不是導師 第一個它並不是導師的詮釋 而是導師對文脈的解釋 那並不是導師的自己的判施 是論本身就是如此 那第二個 在講禪宗的時候 雖然或許你沒有提問 不過我是可以回歸說 導師這麼說 並不是說 過去古德都是 就是那種開悟的境界 或是過去的禪宗 都是屬於修止的狀態 或者在定動 導致只是說 因為後代的慢慢衍生 以為這是在關所謂的念頭 或關墨罩 可是實際上 很多時候那個方法 好像已經似乎慢慢流於形式 只是將這個所謂念佛的人 是誰去降服種種 只要有任何的想法起來 就用這一句話去遣除它 所以等於說 他並不是完全的否定禪宗所說的那些方法 只是慢慢流傳到現在 似乎已經變成一種修止的狀態 而且修的人不自知 他只是這麼說 可是他沒有否定 或是沒有說全部都是修止 所以這可能要進一步的說明 這樣可以嗎? 感恩法師 請米秀師姐發問 原務法師您好 我就是有個問題 那個就像講那個佳詹岩 他修行的方式是那個真如三昧 那真如三昧也就是無相三昧 然後您說他的正念就是說 唯心無盡 然後最後是靜滅心亡 然後最後得到的是那個無漏智 那這是我第一次聽到 那我就有個問題 譬如說 就是說你把這個正念用在生活上 碰到盡的時候 你就用這個正念然後來策立 來關這個事情 然後這樣可以提升自己 就不會纏在鏡裡面 那這個我比較可以理解 但是當你坐在團譜上的時候 你在關的時候 然後因為他是無盡嘛 所以呢他是不會有所緣的 這是我的了解 也許不是很正確 我就想澄清一下 他的側點就是一切無相 所以呢他就不會有所緣 你在修的時候不會有所緣 可是是不是說他的所緣 其實呢就是這個正念呢 第一個我如果照本論的這個 真如三昧的話 就真如三昧它只到定 沒有到無漏智 可能我所要表達的意思是 像維世學他們一樣 是用心潜進 他最後可以升所謂的無漏智 可是如果本論說的真如三昧 他沒有生無漏智 就是只有得到這個 所謂的無分別定而已 就是在定的這個狀態 所以呢 所以第一個是要先說明的 那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講說他的特色 就是他是無所緣嘛 他的所緣 他的所緣就是 不是他不是沒有所緣 他是一的所謂的無相 所以還是有個所緣嘛 對不對 那他的無相怎麼產生 就是要先用心潜進 那最後心跟靜都沒有起作用 他升起那個狀態叫無相 那這種方式好像 不是我們一般人 就是 不是像我們 我們凡夫吧 或者是 比較不合適是吧 就是說他這個所緣是比較抽象的 是不是比較 對於我們剛開始比較不建議呢 還是也可以 你也可以試試看 我剛有說 對我而言是比較難入手 我剛有說 對 你可以試試看 因為他畢竟呢 就是 就是論 就是論本身所產世的 所以他不見得是 唯一的修行方式 那導師也有提到這個 這個生意禪 實際上 他是比較屬於聖者的境界來的 所以可想而知他也不是初學者 不過 有趣的是本論 把他放在這個初修止觀的方法上 這個也算 比較特別的 這樣子可以嗎 你也可以試試看 很難說 還是可以試試看是吧 當然可以 因為我們過去式的因緣 沒有人知道 我們修這個沒辦法 就是我們有些人 然後沒辦法修不進光 可是修安班就很容易入手 那有些修安班入手 沒辦法成就 修界分別就很容易入手 這個我有聽過 我們的成修老師有講過 所以 有興趣可以試試看 不見得說一定說沒辦法成就 那所以就是說 就是你現在 像我們這種階段 如果用這個方式的話 就是你一直在思維這個法義 是吧 是啊 是啊 文是如此 就是用 去了知這個 靜 就靜是非實在的 最後達到這個心念也不生 沒有起作用的狀態 可以試試看 好 謝謝法師 有容師姐 請發問 師傅 我還是對於那個修行的前方便 比較感興趣 我覺得對我比較有關係 那 因為我看到那個 柱角739智爾大師說的 習諸原物 那我看到以後 我覺得有點絕望 因為他說 要不做有為事業 要習人間原物 不做世間工匠技術 一方 然後讀誦聽學 都要捨棄 我覺得這個感覺上 如果我們要修學大聖佛法 我認為最困難的是發大悲心 就對我自己的感受而言 就是 如果你跟我說 你就直接去求解脫 然後不要做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我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如果說要我從 還沒有發心之前 就要練習發大悲心 然後又不能做這些事情 我不知道大悲心要如何發起 人間佛教要從何修行起 這個是我現在目前感覺很困難的地方 感受 那個 就 這個大師 雖然是大師 他也是一種說法 所以 你就要看自己的情況 另外 剛剛說的這個 要行出這些種種的事物 實際上 他是說在修職的時候 就是如果你要依著修職的禪定 這段期間 而不是說你 等於說你都不能做這些事情 如果你要修 就像我們禪修一樣 我們禪修這段期間 大致上我們不太會去做這件事情 如果你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這個 除非你的心很善巧 就是你已經很熟練 不然你的方法是用不上的 就是我們禪修五天七天的話 基本上這些事情 我們就要暫時的斷捨離 就是 對啊 所以他不會是 一輩子需要做的事情 就等於說你要密集殘修的時候 要做 等你真的 方法很熟練 殘修方法很熟練 心力夠強的話 實際上這些事情 實際上不太會影響 所以說你讀書的時候 做的時候 還是可以觀察到呼吸 所以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要修禪定就很容易了 可是在之前 為什麼叫錢方便 這之前就是說 我們一般的習慣 我們總是心 要處理這些生活日常 乃至我們現在可能有多媒體的影響 所以這些就會影響 我們安住於所願 或是我們心的力量 所以一開始是要避免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不會覺得 他這邊所講的這些 是要一輩子的事情 或是長時間的事情 就因為我們是 我是俗人 所以覺得很困難就是 感恩師傅 沒關係 一樣啊 就算我們出家 你也要禪修 也是要一段時間 要密集的時間內 你一定要 要將我們的生活作型 要很 減到最簡單化了 都是一樣的 感恩師傅 不會 Russell師兄請發問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平常別的修法的話 我們修的話 就是念念分明 就行諸作惡的時候 每天念念分明 可是這個地方 用聖意禪的時候 我這裡就完全不懂了 他說行諸作惡到時候 還是要念念不聖 念念不滅 這個就跟平常 你這個生活上面 你怎麼去可以 他既然不生不滅 他既然不生不滅的話 他怎麼去生活 日常的生活 他怎麼去生活 這我就不太懂 他的念念不生 念念不滅 是說明一般我們的 起心動念都是分別 都有一個所緣的對象 都有他的境界 所以為什麼他有那個次第 先用這個分別的念 去遣除這個境非真實 接著才要觀這個 這個所謂的能觀的這個念 也是念念 就是他非真實 所以你才有辦法達到這個狀態 就是回到心的本質 或是法的本質 就是念念不生也不滅 他的正念 就是用 你說怎麼去觀察 就是用這個正念 他的正念是怎麼 唯心無盡 最後達到這個 靜面心空 所以他是要 先在做的時候練習 那才有辦法在 你依著這樣子的余式 或禪定的這種新的力量 才有辦法落實於在生活上觀察 所以他有說 先做的時候要這麼做 做 做下 的時候要去念 那你除了這個聖身境界 或者是依著這樣的新的余力 余式 才有辦法在生活上達到這個 依著正念 依著什麼正念 就是依 為心無盡 心滅 靜面心往中 觀察 應用在觀察我們的生活 這個才是他的正念 所以他還是有念 他還是要念念分明 不過他是有前後的視力上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現在想 比如說 六祖 他是無助身心 他聽了金剛 他悟到了 所以他是在那個時候 他平常他掃地的時候 還是念念分明 照你這個講的話 是不是 他平常做什麼 是啊 因為他不同的經論的詮釋不一樣 所以不同經論可以說 不同的修行方法 他本身就是 心不要住 對 他的正念就是心不住一切 對 不住一切 所以跟那個很像 我的意思就是說 修行的方法有很多種 這個本論的修行方法 就是一種方法 他不是普遍性的 就不是每個 不見得每個人都要依他的 或者是他不見得 就是唯一一種修行的方法 可是我們要先理解 先理解才去試試看 他這個方法跟那個六祖的 是不是很像 基本上 我覺得不太一樣 因為他是用波爾金的那個 無所助而生其心 那本論是唯心 當然這個又牽涉到禪中的發展 禪中後來還是重視心 那本論是比較強調的是 珍藏心 所以我覺得 我至少目前看起來 不見得是完全一樣 我可以這麼說 好 好的 米歇爾師姐 就是跟剛才那個問題 還是在講那個 無相三昧 那就是說他在禪中 他坐在團譜上的時候 他就在思維這個法義 那當他在思維這個法義的時候 剛才講說這個只是達到那個 無分別定 只是在定 可是你在思維法義其實也是在觀 所以我覺得他那個不是只有在修 我的感覺好像不是只有在修定 是指跟觀都同時有在進行 不是嗎 他主要是指種種的境界還有妄念 他主要是指 他是為了去那個妄念 對 他還有境界 他要去除境界還有妄念 所以還是比較屬於修止 他就是在破那個 對 他並不是觀這個境界還有這個念 是五字性 那所以為什麼導師才花那麼多篇幅 因為前面在講那個觀無念的時候 實際上那個時候觀就是 隨順於真如的觀察 可是這邊反而沒有這麼講 所以導師才在一開始的時候 又重生 為什麼本論偏重於修止 這並不是導師自己的看法 那論本身就是如此 比較偏修止 所以修止所得的還是定 是沒有問題 所以他這個觀這個 觀的這個正念跟真正在觀空的還是不一樣的 是啊 是 是 謝謝法師 好 對 好 好 好 就是 就是 因為下周是最後一次上課的 就是法師 您下周要講這個很重要這個觀的方法 能不能夠 就簡單幾句話給我們預告一下 就是我有有點怕說下周 不要錯過了 另外就是說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經常法師 我們提到說什麼實性位實柱啊 或者說劍道位 就這個是基於天台的哪一個叛教 是屬於原教的還是哪一個叛教在談這個 這個就是 譬如說我們說劍道或民心劍性 是基於天台的哪一個 原教頓教還是哪一個 障痛別源的哪一個阿彌陀佛 可是如果我們本論本身就這麼說了 它並沒有不見得是依天台的原教或別教 就是 出地 應該說出地是見實相 等於說是見到位 那 出 它是可以跟真如法性相應 所以 這邊 本論本身是有 它沒有依著天台的說明 那 觀 主要是 本論的觀 在後面會提到的是 老師說是 共生文的試念處 不過 除了要觀這個 試念處之外 就是 無常苦空無我不盡之外 他還要發這個什麼大悲心 所以 這個應該大家都蠻熟悉的 他並沒有 比較特別的是什麼 謝謝 謝謝 原文法師 慈悲 那我們就 請和長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皆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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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功德